浪漫每天分 繁衣够赤短 不够精神 啊 我建议一下 第一段女孩先让子依唱 帮我倒一点 帮我倒几秒 我要重新唱这个地方 我要好好唱 不许笑了 我不能看你们 我会笑 来 来 浪漫每天分 繁衣够赤短 不够精神 喜欢你 不难听 特别好 特别好 就是要大方自信就可以了 我是怕这样子依唱其实还挺好的 可以 那我呢 你跟他比的吗 听讲 听讲 我们上版没有太认真 我们这版的认真的来一点 好 可以可以可以 不再风再夜 你等一夜 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 只要你前就很安全 你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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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别笑了 我要唱歌了 你们学校生态景表不错啊 太狠了 来自中序的调询了 不行 听我了 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都不行了 觉得就妹妹们唱的其实挺好玩的嘛 这是我们的亮点 我只对你有感觉 各位村民 各位村民 Good morning 赶快起床了 现在外边 蓝天白云 阳光明媚 在六号院行为艺术 不要迟到 我喊了 快起床了 我们要行为艺术睡觉 咱就个个床上行为艺术不行吧 你得上那儿去艺术咋去 就是这个行为艺术让我觉得 我真是一个特别特别俗的人 我一辈子都搞不了艺术 再也不想当艺术家了 不想当艺术家 艺术好累 我之前崩溃 我不断后退 是我不配 我能理解说大家一起 也就是围在一起睡 这事儿非常的有仪式感 我就不能理解 为什么要早起 完成一个睡觉的任务 这个艺术为什么不能后半夜进行 这个艺术为什么不能后半夜进行 这个艺术的胜利就是15个人都躺下了 这么多艺人 然后同时睡着 我觉得真的太酷了 我都躺在树琴旁边了 我已经变成他朋友了 我觉得挺好的 这场行为艺术的一半已经完成了 躺都躺了 离睡着不远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 有谁会睡着呢 睡着了 指医生 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 这不可能睡得着的吧 我可以 我应该睡不着 就一开始我听到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点抗拒的 因为我其实一起床 就不会睡觉的人 所以中午要睡觉是不可能的 灿灿姐讲个睡前故事吧 我才不讲呢 我马上就要着了